创新其实有很多挑战 创新不容易 否则大家就不会天天呼喊着要创新了 所以我就挑一点我感觉最想吐槽的吧 我觉得中国未来创新最大的挑战 是我们一种害怕失败的文化 对吧 我们现在虽然好像崇尚创新 其实我们崇尚成功者 我们衡量一个公司 看他是不是独角兽 看他融了多少钱 看他上市多少市值 看他有多少收入 那我们的媒体 我们的自媒体都 包括我们开这些会 我们会追捧 但实际上大家知道 创新大本创新的结果一定是失败 99%的概率失败 正因为有很多的失败 可能才会有1%的巨大的成功 但如果我们整个国家民族 都形成了一种鄙视失败 看不起失败者的文化 对吧 就像前一段罗永浩失败了 你看媒体上对他全是口诛笔伐 我好像从投资这个熊猫 创业熊猫失败了 其实然后大家也都是在消费他 我是觉得这种文化如果不能改变 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他就不敢真正地去创新 包括很多人不敢真正地去做 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大家就会更愿意去抄袭 大公司已经走过了路 所以我觉得创新本质上 看起来是个战术 背后最大的挑战还是文化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 能够形成容忍失败 宽容失败 甚至鼓励失败了这样的文化 我觉得不仅是对很多人 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甚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别人成功的创业经验 其实对我们的帮助非常有限 因为我一直认为 绝大多数创业成功 包括我本人都有很大的偶然性 但是很多的失败 如果失败者愿意很坦然地 把这种失败的案例交流出来 跟大家分享 让其他的创业者 能够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能够 加速我们创新的进程